山豚台风它的结构相当的扎实 而且它的速度慢 影响台湾的时间可能会拉长 它目前是持续的逼近当中 南台湾雨淡来袭 屏东狮子乡内闻村 因为山沟排水不及 大量的泥水一流到路面上 淹进了民宅 而就怕暴雨不断 在恒春牡丹水库 也进行了调节性泄洪 黄色泥水从山壁冲出来 沿着道路一路淹下去 滚滚泥流简直就像小瀑布 又快又急根本来不及挡 村长赶快往下走 一看不得了 已经燕进民宅 一脚踩进去深度到脚踝 柏油路变小黄河 看不清底下到底是路还是水沟 就怕不小心踩空 每一步走得小心翼翼 这里是屏东狮子乡内闻村 山土而台风还没登陆 水就燕进家门 可能有堵住这个水沟 暴雨来袭山沟排水不及 加上枯枝堵塞部落水沟 泥水没地方宣泄才会溢流 雨量很大的时候 它水就会从山区那边往部落流 山上都已经喝饱水了 如果继续下就要这里了 要是雨淡继续炸 不止居民会很危险 就连水库也会吃不消 恒春牡丹水库进行调节性泄洪 闸门开启大量水势倾斜而下 水量排出调节水位防洪 确保下游安全 而在山区道路则是人车管制 平三十一线转五道路预警性封闭 台二四线游客只出不进 圣陀而台风中心结构完整 风雨恐怕越晚越强 民众务必流行安全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文部导 就在台风即将席台之际 花莲有登山队受困山区 原来有疫情三人上周入山 原本预计在周一要下山 没有想到在花莲着西乡 瓦拉米步道因为溪水暴涨而受困 幸好警消货报之后 火速赶到现场涉水冒险救援 水流湍急救援队身穿装备涉险过西 西水暴涨奔腾实在惊险 所有人紧抓绳索 生怕一松手就被冲走 小心翼翼终于全员安全渡悉 获救的登山客真的好感谢 但怎么会受困山区 原来这一行三人上周从向阳山入山 预计这周一从花莲瓦拉米步道下山 没想到山区受台风山陀而影响 西水暴涨 一些人受困更只剩一天粮食 昨天整个白天风雨满大 然后到3.1K的地方 吸水暴涨过不来 然后谢谢消防局今天早上上去山上 帮我们驾驶 让我们顺利渡溪 谢谢他们 6点西带登山用聚集救援队伍 整周出发 以10点起顺利走出登山头 经销一早6点集合 花费约4小时协助脱困 登山遇到台风索性有惊无险 记者陈建业欢迎报导 屏东访疗传出了海水已经越过堤防 冲回了养殖业 海水管还有马达 那么当地的这个养殖渔民就非常的担心 说接下来这个山徒儿台风 真的进来的话损失会更惨重 因为这回山徒儿台风的路径 强度跟它的范围 都跟1977年的赛洛马台风 非常的类似 台南也有果农回忆当年 尽全力的抢收以及加固好农作物 还没整起巨浪一波波扑往暗计 大水越过堤防 余温用的海水管马达成了受灾户 业者脸上愁容 担心台风将带来的强降雨会成威胁 屏东方辽当地养殖重症 一号清晨大水越过堤防冲进来 海水管没修复 豪雨一来恐怕损失惨重 尤其山徒儿台风来势汹汹 与47年前1977年赛洛马台风 路径强度非常相似 一样经过巴士海峡后往北转 从高屏地区登陆 当年损失惨重 在地人记忆犹新 像以前的赛洛马 我听到就怕了 那人听到就背变了 提到赛洛马台风 台南北门去有刮农也很忧心 疫情当年的赛洛马 加上去年10月 小券台风才重创香瓜田 果农就怕再度鞋笨 无龟赶紧防台加固 甘据农民也做足防台措施 增稳水库则提前调节水量 蓄水量已经达到9成以上 因此上个月28号就开始调节性放水 并调缸放水量 水库也提早因应为山陀儿台风 做好万全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 内法院新会期开始 各部会也在赶送113年度 总预算冻结案书面报告 其中监察院今年度预算 在水电费方面被冻结了100万元 传出院内公告 因为冻结案还没有解除 从上个星期开始 整栋监察院包含了监委办公室 都全面的采取节电措施 不但冷气只能开到下午3点钟 而且只能调到28度 外传从今天开始 还全面的停止开冷气 监察院就表示了 确实是有采取节电措施 但并没有说都不能开冷气 至于是不是跟预算被冻结有关 则是不愿正事 传出监察院被冻结了100万元的水电费 不但上周开始 冷气都只能开到下午的3点钟 同时温度还得控制在28度 而且传出从1号开始 冷气都不能开 似乎是为了保持通风 不少办公室都打开窗户 传出整栋监察院 包含委员办公室在内 都要采取节电措施 停开冷气 要同仁供体时间 主要是因为监察院 岁出预算中113年度 水电费编列高达907万7千元 比起去年多出了21% 对此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认为 有福边浪费能源之余 因此冻结100万元 要等到监察院提出检讨与说明报告 解释水电费用增加的原因之后 才能动之 直进出监察院的人员都相当低调 不愿透露细节 而根据监察院提出的书面报告指出 台电其实从2022年7月开始 就有多次调涨 包括高压供电 尖峰时间的流动电费调涨超过23% 低压供电流动电价也涨了17% 这样监察院在去年水电费支出 大幅增加到8504万元 超过当年度编列的预算 最后还只能动之 当年度的第一预备金 因此113年度编列的水电费预算 才会来到907万9千元 就是要因应电价调整 我会对此监察院回应 目前的确有节点 但没有全面停开冷气的状况 至于是否跟预算被冻结有关 则是不愿证实 记者吴远先生建国 TEPBOT TEPBOT T-T 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